燒烤店廚房堆滿肉片 但仔細看居然出現不速之客 一隻老鼠一口咬住生肉片使勁一拉 把比自己大上三倍的肉片 整片叼走 恐怖畫面不只如此 另一盤烤肉串也遭殃 兩隻鼠輩就在廚房你爭我搶 一發現有人來立刻逃之夭夭 誇張的是這些被老鼠啃食過的食物 待會即將送上餐桌 除了客人吃了老鼠吃剩的食物之外 令人不舒服的畫面還有這個 店內師傅拿著湯勺試味道 但同一隻湯勺再度進到大鍋湯裡 這晚餐有師傅口水的湯 你還敢吃嗎 遭到投訴的就是這家 位於新北市板橋的燒烤店 老闆低調澄清 已經請外包清潔隊大掃除 保證衛生沒有問題 但新北市衛生局道場積查 仍然發現四大缺失 不只垃圾桶沒有蓋上 冰箱結霜也未清理 還有做菜用的過腕瓢盆 直接放在廚房地上 更沒有規劃清潔劑放置專區 衛生局限期五天改善 否則將會開罰 副查不合格的話 那就將依違反食安法 開六萬起跳開罰 店長強調是前員工 俠院報復 但影片確實清楚拍下 老鼠在肉片食材中 鑽來鑽去 就像卡通料理鼠王的翻版 雖然現在已經改善 但過去到店內用餐的客人 如果知道自己和老鼠 分享同一盤食物 恐怕會在心中留下陰影 記者周天杰 楊格坦克萌 新北市採訪報導